加油 各項防疫措施鬆綁 防疫小黃也跟上 中央拍板3月7號開始 防疫計程車只要清銷通風 30分鐘以上就可以載一班旅客 同時取消每天每車 3500元補貼 但民眾敢搭嗎 會怕 當然會怕 沒有消毒那麼好 因為時間間隔比較短 所以就會去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它有沒有消毒 我們根本不知道 那我們當然是就自己 自己要帶消毒的東西 自己要防護 自己要保護好 不只民眾普遍心驚驚 就連桃園機場排班自律委員會 也認為入境旅客確診陽性率 還是很高 風險不小 雖然會盡力做好相關防疫措施 但事情總有個萬一 真的不想當防疫破口 其實清銷的手法 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是目前最大的引誘 如果說消毒 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規範 譬如說要噴多少量 噴多久 確定有噴到 這部分如果說指揮中心 沒有去界定的話 比較擔心大家會方便行事 這個政策兩次都可以這樣搭載 但完全的清銷 那還是要有相關 他們都已經有打過疫苗 但並不是說強迫 他一定要這樣做 疫情維穩 政策鬆綁 提升車隊載客率 民眾也多了個交通選擇 但前提絕對是要落實防疫 徹底清銷 才不會讓政策 美業打了折扣 歡迎新聞江部委 黃培海安泰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歡迎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記者掌握全球時事跟最新驅使